騎士將出來的電動機車跳夫輪 整台車翻轉90度 車尾還重摔倒地 身邊有人不僅沒阻止 還拿起手機拍下過程 眾人稀鬧 之後行徑更為誇張 把機車停在路旁燒起車胎 造成白煙不斷往上竄 兩名友人還在一旁 拿手機照明叫囂起後 這段影片上傳到IG動態 被民眾揭露檢舉 5萬多元共享電動機車被惡意破壞 車殼嚴重刮傷 車內配件硬體損壞嚴重 業者出估維修費破外援 是有史以來最高的一次 但如果再沒有按時及時的繳付的話 我們不排除會進行永久停權 甚至是提起訴訟 根據租借資料 業者準備要向租借人求償 共享電動機車隨租隨還 卻有民眾刻意破壞 強調只要是三次違規 經舉報查明屬實 帳號就會被停權 記得李欣憲 李玉涵 台北報導